军飞行表演队的两架战机先后在不同地点坠毁 其中一架是刚刚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参加的空军学院毕业典礼上完成飞行表演任务 当地时间2号下午1点左右 美国空军雷鸟飞行表演队一架F16战机 在位于科罗拉多州的空军学院毕业典礼上完成飞行表演任务 在返回空军基地途中坠毁 美联社报道 事故发生时 奥巴马正在同参加毕业典礼的人合影留念 目睹了这惊险一幕 实施战机的飞行员跳伞逃生 目前正接受健康检查 事发后 奥巴马在皮特森空军基地探视了这名飞行员 然后搭乘空军一号专机返回华盛顿 同一天 在田大西州纳什维尔 美国海军蓝天使飞行表演队的一架FA18战机 在训练时坠毁 造成一人死亡 目前坠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